同学们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复习毕子规的第一页和第二页 好,现在我们开始 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同学,可以看老师的这个PDF 好,我们开始 毕子规 毕子规 圣人训 圣人训 守孝剃 守孝剃 刺警信 刺警信 好,老师要解释这一段的意思 小朋友们,弟子规叫我们要有礼貌 像这个图案的这个小孩,他对别人呢很有礼貌,看到人呢他会叫阿姨好 好,然后呢我们要孝顺爸爸妈妈也要很爱我们的兄弟姐妹,就像在这个图案里面 然后做人呢要讲心用,不可以骗人 然后做人呢要讲心用,不可以骗人 好,现在呢我们继续读第二段 犯爱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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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亲人 而亲人 有余力 有余力 哲学文 哲学文 好,这第二段的意思是什么,知道吗? 好,它的意思呢 教我们要疼爱彼此 不可以每天跟人家吵架 如果有机会要多跟别人学习 要学好的不可以学坏的哦 好,现在呢 我们再读一遍 弟子归圣人训 手笑剔赤锦信 犯爱重而亲人 有余力 有余力 哲学文 好,接下来 我们要复习第二页 接下来 我们将开始 在第二页 先听老师怎么读 然后呢 你们就跟着老师念 父母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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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阴物缓 阴物缓 父母命 行物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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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现在老师先解释这一段的意思 这一段呢 就是当爸爸妈妈叫我们的时候 还是叫我们做事的时候呢 要快点去做 不要懒惰 比如说像这个下面的图片 妈妈妈叫他洗盘 但是呢 他不要 所以呢 你们不可以像这个小孩哦 好,现在我们继续读第二段 父母叫 父母叫 顺顺顺顺 顺顺 好 现在老师先解释这第二段的意思 这第二段的意思呢 就是当爸爸妈妈说我们还是骂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顶嘴 你们要记得要做个好孩子 好 老师先解释到这里 现在呢 我们再来读一遍 父母书 父母书因物管 父母命行物揽 父母命行物揽 父母叫 顺顺顺顺顺 我们就复习到这儿 请同学们 多复习哦 再见 再见